進入第三週了 今天終於有七八成的觀眾 多謝大家支持 我們是一個低成本小品講親情 沒有什麼商業元素的一個片 但希望當中的親情人情味 可以感動大家 如果大家剛才看的時候 都給這部戲有些感動的地方 有哭過笑過的話 希望大家看完之後 多些分享給你朋友 我們是很需要你們的口機 去延續我們電影的生命的 多謝大家 謝謝 但是也帶了很多人來見觀眾 是Fanboy買單給我的 他都知道自己錯了 分享一點點 入場見到這麼多觀眾真的很開心 但昨天導演說了一件事 他說他有一個朋友 他的老婆就完全是 是紋紋的類似的經驗 所以他不敢進來看 因為他怕觸動太多 而我自己也有一個朋友 他老婆的爸爸光光走了 他也不敢進來看 因為他也怕觸動太多 但是每個人都不敢進來看 但每個人都不敢進來看 那個票房我都不敢看 當年由你們拓賴 其實我們都一直找到尋聲感 但都很希望台詞幕後 尤其是Ben哥他們的努力 可以讓更加多更加多的觀眾見到 很感謝你們的入場支持 說笑詩 好開心啊 剛剛進來 因為大家都很開心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那些道徒笑我這麼笑呢 因為你 大家好 我是吳榮詩詩 真的很感謝大家的入場支持 這部電影除了說親情 溫情 其實我覺得很特別的 就是他也有說動督笑文化 因為很少電影都會說動督笑 也希望可以讓觀眾 除了感動之餘 也會覺得有些笑容 開心心輕輕鬆鬆地看這部電影 如果大家真的喜歡這部電影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在Facebook、IG 或者給其他人一起繼續進來看這部電影 歡迎大家聽到我們 我們又會repost 繼續鼓動 謝謝大家 有個區 有個區又叫大坑區 因為人口老化得很厲害 所以政府就決定將它一分為二去活化它 一個大坑變成兩個中坑 甚防它變成老坑 多謝大家 三位都帶多了兩位嘉賓 就是和我們一起frossover 我們歡迎 剛剛這個星期上映 我夢的十八歲的兩位 特別有林千齡和麥芝樂 歡迎兩位 謝謝大家支持我夢的十八歲 我們先介紹一下我夢的十八歲 剛剛9月28號正式上映了 我們有林千齡和麥芝樂 不如和觀眾打個招呼好嗎 Hello 大家好 我是林千齡 大家好 我是麥芝樂 為甚麼選這部電影 為甚麼不過教你 看了我夢的十八歲的 看了我夢的十八歲的 如果未看的話 待會看完這部電影 就可以直接去看我夢的十八歲 吃點東西 因為我是一個新人 我夢的十八歲 就是我第一次主演的一部長片 很希望大家可以入場支持 其實那個故事都是講述兩個少女的成長故事 對啦 和這部電影都是相似的地方 都是有些溫馨的故事在裡面 希望大家可以抽點時間去支持我們 謝謝大家支持我們拍攝 沒有你們的支持我們就拍不到你們了 所以你真的要入場 買給入場支持 其實這兩部電影的拍攝時間 都是疫情的最加難的時期 所以兩年多之後 終於都可以和大家見面了 多謝大家 因為我覺得千亭和Rancy在戲中 做得很自然 我看完後就很舒服 我覺得 哇 很厲害啊 千亭 很多謝你 你覺得你自己的那場戲呢 我們出去拍攝之後 在戲中也有一個大膽小小的長手 自己拍攝的時候 有沒有覺得 哇 很大的壓力 很大的挑戰 還是反而覺得 原來沒得心應手呢 哇 是的 首先 第一 因為他對手很好 因為他也給了一個信心 因為男生拍這些戲 其實是非常之尷尬的 對 我記得他也有跟我說 因為我本身是會覺得 男生應該不是很尷尬 我們事先幸運是認識的 因為我們那場戲 然後導演很好 他事先給了我們上了一些活動 讓我們大家多了一些身體的接觸 到時候沒有那麼害羞 之外也很好 他對於這方面的拍攝也有些經驗 所以他全程都是領著我的 是的 多謝導演問我拍攝 是的 知道我和你18歲 上映對千亭來說 還有另一個意義 就是到幾個月下把照片 那天也是你待會的生日 我們不如觀眾給掌聲 說聽生日快樂 先好嗎 林志廷 生日快樂 這個那麼難忘 那麼特別的意義 對千亭 紫樂 有沒有這麼祝賀的話 跟千亭說過嗎 我講了很多 整個面前面說過嗎 心想時靈 最重要是生日 希望大家多點合作的機會 他說要合作的時候 是做她的爸爸 可以做她的女兒 我們有問千亭 千亭你覺得自己 又生日了 又有新的電影 聖日上映 自己最大的感觸的地方 你記得嗎 最大的感觸是 其實我的生日願望 是很希望每一年都可以有戲拍 然後就可以給大家看很多好的作品 給大家看 都很開心大家會支持香港電影 繼續支持吧 接下來會有更加好的作品 給大家 我們還有導演 我們還有吳祖堅 和吳榮詩 歡迎三位 這個波蘇牌 就是跳了這一場 感謝大家支持 我滿意十八歲 謝謝 哇 這麼漂亮啊 哇 這麼小的 嗯 哇 這麼小的 對呀 對呀 我也不想解 很小的 十八歲之人 十八歲之人 謝謝大家 雪少的十八歲 好